纽约 纽约就是快速 时尚 态度 臭拽 有距离感 一点点的小冷漠 去纽约之后一个要求就是眼睛直直看前方 所以在纽约永远都是要头45度角 你对你自己惊天一整套的态度 我去了之后才发现 纽约实在是太适合我了 多 Madame C不能在纽约上一张外套屏 sozial不得不较的 C不知当心是小峰 C不足? Sak and my Chao C不足的杂军 Naomi我来了 Hi Liquid 你看我全身她都是你们家的衣服 哇塞 太美了 走在東區只贏不輸啊 而且我很久沒來了 怎麼樣 我剛剛留的新貨還在嗎 有 我都幫妳留了 再賣給別人 我就生氣了 好的 沒問題 那些女藝人不用賣給他 因為他們都穿不起來 這件也很火欸 對啊 完全妳的菜 整間店都妳的菜 我今天要買個四五六七八件 而且我跟你說 今天不只我來 女人我最大 嗨 我們的網路團隊在這邊 因為他們想知道 我平常那些浮誇的衣服 Bling到不行閃到沒朋友的 都在哪裡買的 而且你們家的東西都是一件兩件 沒有就沒有 對 妳之前有時候買不到 是不是 我跟你們講 我就是被他那個櫥窗給吸引 妳知道那個一個店面的金三角有沒有 我就這樣子過那個彎的時候 想說這間店不簡單 因為我跟我老公去過紐約 然後我就很喜歡逛這種小店 因為我覺得他每一個角落都很值得挖 然後女人就是喜歡看一些小細節 所以我一進來之後 哎呦 老闆娘哪歐咪又是那種漂亮的女生 然後又辣媽 然後我想說感覺好像跟他 蠻聊得來的 然後我就開始跟他買衣服啊 然後看東看西匠啊 然後這家店就是 我每次都會在裡面玩很久啦 對 真的 我最常在這邊待過四個小時 而且我跟人家是幾年 我覺得八年有 八年嘛 因為我剛開店的時候自己在這邊就是上班 然後就看到妳走進來 自己一個禮拜而已 第一個禮拜 對 所以我們真的有緣分很久了 因為我衣服都是 就是從紐約進來比較獨特 對不對 然後大家也不想要撞衫 然後因為我還蠻堅持 就是每一款都只進一兩件 是 就你們穿出去一定不會撞衫 而且他的好處就是說 你每次 花錢跟他買衣服 然後出去這樣搖搖搖搖搖搖搖 然後別人想要買的時候 然後說他們東西已經沒有了 然後你就覺得好開心喔 但我必須說你們家的永遠是最特別 然後他們家其實不只這種 你知道 虛花的 他們家還有那種運動風 也超多 街頭的也有 而且我從跟你開始買衣服 我到現在我八年前買了衣服 我還在穿 對 我有時候看到妳穿我也蠻心 是不是 想說還有這一件 對 你在台北街頭打造一間 這麼樣有紐約風格的 妳是不是原汁原味把它全部搬回來 這個是紐約獨特的磚牆 我真的很想把它搬回來 對嘛 但是也不可能搬嘛 所以我就請尤其師傅 他有畫架底子 他這個是水泥 然後把它做成 對 做成磚牆的樣子 仿舊這樣子 對 然後再上色 上復古的感覺 那包括妳的碧燈啊 這些東西都是 都是紐約回來的 對 這也是紐約回來的 對 全部 收銀台 這個真的很重 50公斤 我其實來他店裡面的第二次 就對他下手了 我就說 妳這有要賣嗎 我就想要把人家收銀台 把人家說沒有啦 那我的收藏 然後當然這個是很便宜 50年的股東有了 對 這個現在也不便宜 因為我就問過 不便宜 對 十幾萬 對 十幾萬起跳 然後除了這個磚牆啊 這些東西之外 然後妳連這些小櫃子啊 然後每一個細節什麼 然後那邊也有磚牆 妳就會覺得 好像真的有一度 魔幻空間 進到紐約的感覺 然後因為妳本身 妳也是學本科系的 對 服裝設計 服裝設計 其實我在台灣是已經當了 四年的服裝設計師 然後覺得台灣的那個 生態還沒有很接受 就是服裝設計師這一塊 所以我就去紐約進修 然後工作生活了四年多 那妳回來台灣 妳覺得 紐約人穿衣服的感覺 跟台灣 是不是差很多 對 我覺得 受到蠻大的衝擊是 那時候台灣還是 韓貨風 那我去到那邊的時候是 我覺得每個 紐約的女生 她們都可以把自己穿出 不一樣的風格 而且妳講真的 是不是連吃飯 都要打扮得很漂亮 對 對 我覺得這個精神 這樣子 我們這樣子 在台灣人家覺得我們瘋了 對 這叫基本配備 所以我們很常會 教育客人真的是可以 穿這樣上去 吃飯啊 然後喝茶都可以 就不一定要穿很運動 因為妳在國外妳穿得很漂亮 對餐廳而已 那是種重視 對 妳不可以穿什麼假腳托 很隨便的運動褲 就去給人家吃飯 對 不可以的 我去紐約我心裡帶超多的 每天超冷喔 零度喔 穿這樣 然後說會不會冷 漂亮比較重要 可是真的 我必須說紐約的好處就是 它很可以讓妳做自己 對 所以我們就是一直很想要就是 呃 帶這個風氣 對 帶給大家 還有那種自信的感覺 對 就是比較不要理會別人的眼光 嗯 我後來發現來她店裡面買衣服的客人啊 就是那種 呃 很漂亮又很有態度的女生 對 因為她們很敢展現自己身材 對 很有自己想法 對 很有自己想法 現在就來讓妳們看看 Naomi這間店 有多厲害 到底有多紐約風 哎呀 紐約就代表女人的面向 紐約是很多變的你知道 就是有的時候很有態度 然後有的時候又很女人味 那有的時候呢 又有這種讓妳捉摸不定的感覺 就很像女人不同時期 我們有那種青春期的時候 就是正要出去這樣子 你剛來的時候 對 對 就是那種 酸很辣 誰要跟我出去玩 誰要跟我出去玩這樣 然後也有那種就是 欸 結婚了 比較那種女人味時期的那種 那也有那種你知道嗎 結婚之後媽媽 當媽媽 依然可以是辣媽的那種不同的感覺了 好不好 我們就來為大家研溢 這種不同紐約風格 女人的樣子 我們先來一個就是不要那麼重的 就是比如說有些那種 社會新鮮人有沒有 他這個想要先來 一套稍微有點正式感的洋裝 但不要太over 或者是可以去婚禮的時候 這倒很適合 是不是 而且我跟妳講 妳們家材質就是棒 對 妳看它是為什麼 上面會有點金金亮亮的感覺 它是金屬絲的蔥很漂亮 然後繃帶 我們的繃帶就是完全 穿多久都不會爽掉 超美 對 這個可以穿很多年 對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這種 而且它臨口 美國人流行愛心靈 對 它是這樣子 對 很漂亮 胸部大 對 然後你知道要讓妳很有氣勢 有沒有 來這種 對 很大的這種大袍袖 一定要夠風 好好看喔 好好看喔 全長衣很完美都不用改耶 這完全OK 包起來包起來 沒問題 太好看了 這個就是少女風 我的這雙鞋子為什麼選它呢 是因為呢 這一件看起來就是有點乖乖女的感覺 所以呢 穿了一雙這種小包鞋 然後它有心機喔 你們有沒有發現我在動的時候 中間有個透明的袋子 因為呢它就是可以固定 不然像這種鞋 很像拖鞋 如果沒有那透明的袋子 就會不好走路 走路還很優雅跟漂亮 所以你看這也是一種 女人的小心機 像這樣子 然後有個大蝴蝶子 哇 不好意思各位 衝出江湖啦 就夠這一套了啦 超年輕 這是不是以前我專門在穿的衣服 真的 以前喔 遮前面 後面就要露出來 上面如果遮起來 底下就要露出來 對不對 而且都要挖很多很奇怪的洞 可是以前我們這樣穿的時候 是一種禮貌 現在的妹妹 妹妹啊 你們為什麼都不再穿這樣 你看這樣多好看 像妹妹都給我穿那個熱褲 然後露屁股蛋對不對 對 都來這裡買衣服 我生氣了 你看這樣多好看 就是那種很有態度對不對 而且我跟你講這個很安全 這個就是上面也綁好 裡面有做一個內襯有沒有 在這個地方 對 還有做一個小內襯這樣子 然後側面也都會包 完全包覆性這樣子 很安全 有點像杜兜啦 但是我覺得很好看 它是做這樣亮亮的這樣 然後一樣配上我最愛的這種 桃紅色的褲子有沒有 要是現在還沒結婚喔 這套就包起來了 你們家很多這種金履衣耶 那奧米你看看 你看還有這種 就直接穿它啊 對 你看這樣亮晶晶 而且很舒服 怕熱的朋友跟我一樣喔 胸口會熱的就穿這種 很舒服啊 背後透心亮 大哥要不要來一件 你們常出外景 不是都很熱嗎 要不要 我幫你兩件弄成一件 不考慮不要 那不然洋裝啦 如果說你覺得這樣子 洋裝也可以 洋裝也很漂亮 你看看洋裝是這樣 而且是鑽石綁帶 講真的 這種在紐約是不是必備 這真的必備 這個人家一點都不覺得 這叫戰服 各色都要有 這是他們的外出休閒服啦 真的喔 他們是吃飯都穿這種耶 而且他們那個膚色都曬很漂亮 對啊 就是那種黑人那種 哇那種巧克力色 然後穿這個 漂亮到不行 我希望有一天 我可以在東區的街上 看到滿街都穿這樣 鞋子鞋子 這種透視感的 亮亮的鞋子 今年也是很流行 像這樣子 這套太強了 完全不需要改啊 非常好 老闆包起來 沒問題 包鬼身材超好 其實他就是已經結了婚之後 要跟老公出去約個會 或者是出席一些重要場合的時候 沒有 我們全身材料都給他包緊緊的 但是 你看看我的肚子這邊 這個胸下的地方有沒有 開始做一些小樓空 但要有一種貴氣的感覺 一圈一圈一圈的 然後配上那種 店裡面浮誇的流蘇耳環 整組喔 然後連鞋子整套 銀色 水鑽的感覺 走到哪 哪裡都是焦點 老公會有小山嗎 不可能嘛 對不對 對 它這個水鑽是這樣子活動型的 它其實是貼合你的身體 好的設計其實就是這樣子 它不會讓你穿上去的時候 覺得刺刺的 對 你坐著啊或站起來的時候啊 它都是很服貼的 然後它又會動 就是感覺你身上好像有 鑲嵌水晶的感覺 它跟你是融為一體 然後一定要戴上這種浮誇大耳環 因為這邊整個已經包起來了嘛 你要戴 如果你不要戴耳環 你要戴個項鍊也是OK的 有那種浮誇型的項鍊 對 對 有那種浮誇型的項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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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非常的布林 這很適合 這完全是我們店的精神 是不是 超復古 我要紐約街頭 就是大家都穿這樣走來路上 戴帽子 然後印花 然後印花 復古印花 真的太美了 然後要這樣中間這樣挖一個這樣空的 刷一點小豆 露一點腰 然後飾品 那種大的這種浮誇的飾品對不對 對 然後一定要高腰 長褲 寬褲 超帥 好好看喔 而且它是復古帶點摩登 對 就是不會完全太復古 而且我喜歡這個 顏色跟它的印花 配色很美 就會讓人家覺得說 就算你把它分開穿 也很好看 也很好看 如果你下面搭一個一樣黑色高腰長褲 也可以穿對不對 然後你整套穿 整套穿就是很誇張 對 這個長褲 然後你穿個黑色的小背心 然後搭個皮外套 對 也是一種風格對不對 對 然後一定要這個帽子 很接頭 很奇怪 就是沒有這個帽子 你還沒有覺得100分 帽子一上去 整個就是 完美 有人會買單的樣子 最棒的是它有這個小墊尖 墊尖一定要 墊尖一定要才會有態度 對 就我覺得很適合 就是女生到了一個年紀之後 她很清楚知道說自己的優缺點在哪裡 然後呢我們適度的用一點態度 因為你現在已經 有自信到一個階段 都已經結婚嘛 可能有孩子或者是什麼的 你對你的生活有很多的掌控 所以我覺得像這樣子就會很適合 今天我們這幾套真的都是 每一套都對都不一樣的感覺 可是不管是哪一類型的女孩子 都可以在這邊 找到她想要穿的衣服 對 我覺得不用把自己設定 就是一定要穿某種風格 就像這樣四種風格 其實都可以穿 而且你去不同場合 也可以換不同的風格 為什麼很喜歡 來你的店裡面 就是我每一次來的時候 因為有的時候 我們會很習慣的 被困在自己的舒適圈裡面 可是來的時候 你看到一些衣服的時候 可能在穿之前 你會想說 我真的可以駕馭嗎 可以嗎 一走出來 我可以 對 自信心就來了 對 我覺得我們要帶出的一個觀念 就是每個 紐約女人對自己是很有自信的 對 所以我覺得可以用服裝 來帶出自己的自信 中央是不設限 對 所以說今天是由我來分享 我自信的來源的一個基地 它有點算是我可以充電的地方 希望大家看了之後呢 可以跟我一樣 好不好 找到讓自己快樂的小天地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紐約 金色 刷牙 滑手機 親我女兒 人妻 因為人妻就是會有一種 就是跟老公還是有戀愛的感覺 雖然當媽媽也蠻好的啦 但是就是 如果要給我選的話 我覺得人妻是最 散發魅力的時刻 捲髮 越搞綱的越好 要很費勁 所以當你花很多心思 把頭髮弄捲的時候 你就一定要出去走圈 要給大家看 LED包 因為那個包包就是 台灣 非常稀有 然後它又會發亮 它是我記憶中 最深刻的包包 但貴的話 其實跟其他程度差不多啦 是 是 是 事實 還嘴軟有沒有 事實 嗯 Cash only 台中人喜歡附現 有種不欠銀行錢的感覺 舒服 Amazing 一個英文單字就可以形容它 Amazing 最崩潰的一瞬間就是 明明就已經很想睡覺 然後還會一直跟我在 啊 這樣 但我覺得那也不是崩潰 因為我曾經那一天就是 累到有一點點 在那邊頭暈腦脹 然後就很想跟她說 妹妹不要再鬧 趕快去睡覺 就想 你知道媽媽會有一種脾氣 就想要對自己的女兒 大聲的時候 然後我女兒就瞬間對我 大微笑 就是那種笑到眼睛瞇瞇的那種 我真的就是把話吞進去耶 我就想說 好啦妹妹隨便你啊 要鬧到幾點都可以耶 才五點而已 沒關係啊 就一路都不要睡到七點吧 我就豁出去了這樣 太可愛了 我老公真的是神隊友 我講神隊友的原因是因為 他願意幫忙 跟他表達想學習的心 會讓我覺得他就是 所以算是神隊友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說 神隊友就是要神救援啊 沒有他不行啊 不行 還只是兩個都要有 所以我覺得 我在學習的時候 如果他願意跟著我一起學習 哪怕只有我的十分之一 我也都OK 老公 祝你加油 繼續喔